選啊 好不好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今天要上什麼齁 欸 你們還記得上個禮拜 你們上個禮拜那個練習題到 後來完成的比例大了多少 蠻想知道的 覺得 覺得現在總共已經做了 六個練習題了嘛 對不對 覺得自己六個都 都還可以的舉手一下好不好 媽的 不要騙我好不好 一個都沒有 你們比 這樣大學生 舉手的比例都比你們高 對不對 好啦好啦好啦 我們不要打擊各位的信心了好不好 欸 不過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啊 這個 欸 你如果 你如果齁 那個 大家 至少都是碩士生嘛 碩士生畢業總是要做 總是要做篇論文 總是要 總是要分析資料嘛 對不對 那你分析資料的時候 你的data齁 在整理的時候 是用手動整理 還是用電腦整理 這個會有非常大的差別喔 好不好 不然你等一下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你如果 你有沒有辦法想得到就是 呃 或是你可以看看 你 既然我們現在就做了一些範例 你看一下 你真的想得到要怎麼用程式做嗎 這樣子 那如果你想不到的話 你當然就只能用手動整理啦 對不對 好 我們來先來看一下喔 這個 而且我跟你講下 這個 這個禮拜真的是 就難度比前面提升蠻多的啦 好不好 好啦 我們先 反正我們就先下載資料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看到這裡就是下載資料 下載完之後我們把他讀進來 好 這個讀進來之後啊 你會發現這個檔案 他的格式是什麼樣子 他的格式長這樣 好 他的格式 呃 他的描述方式是啊 這邊有人名 這邊有人名 然後 每一個人他有一個什麼病 所以這是一個 這個這個檔案的格式 是不是呃 就是 兩個column 一個人民 一個疾病 好 但是這個樣子可以分析嗎 這個樣子 大家想一下可以分析嗎 不行嗎 欸 講得非常好 果然是比較有經驗 能夠分析的格式應該這樣子吧 就是 A 這個人 他有沒有 第一種疾病 有沒有第二種疾病 有沒有第三種 有沒有第四種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好不好 你要不要講一下你要怎麼做 從這裡到這裡啊 從這裡到這裡 有沒有我們現在想一下要怎麼做嘛 對不對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一些 大家一些討論的機會 有沒有什麼想法啊 蛤 那用鎖影 你不是你用這個這個這樣 這個問題一定沒有那麼簡單嘛 對不對 這問題絕對不是說什麼 用一個函數 我們今天講真的啊 應該也是有這個函數可以做啦 好不好 但是我們不期望 大家學的是某一個函數可以做這件事 我們希望大家學的是說 呃 我要怎麼去 design那個流程 好不好 來 我們來 design一下流程好不好 用鎖影 鎖影是中間一定會用到鎖影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可以這樣一個一個拼起來這樣 矩陣 矩陣 你們怎麼都給關鍵字啊 講真的矩陣也不會就 產生這個東西啊 我們可不可以設計一個流程 來大家想個流程好不好 先把ID 整理好 所以你要先 假如說你要先知道有幾個人 對不對 幾個人怎麼能得到 按照上面這個dataset的格式 幾個人怎麼得到 蛤 欸 Lens可以嗎 那每個人有多比啊 你會Lens可以解決這個事情嗎 那ID有些ID重複啊對不對 對不對 N你搞不好會出現兩次啊 按照下面那個樣子 看起來A就重複了四次啊 對不對 所以幾個人要怎麼拿到 怎麼拿到 沒有idea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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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非常好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跟他有共鳴啊 有沒有人跟他有共鳴啊 來大家想一下喔 我們現在 現在就是因為 你這個 人數啊 對不對 它其實就是幾種 對不對 你把它想成幾種 那如果想他幾種之後你就知道 那個種 我們不是有交過那個 Lens跟Levels的組合嗎 那我可以把它幾個人 把它抓出來 對吧 可以吧 所以這個幾人 我們需要用到Levels Lens 好這樣可以吧 OK DH 好接下來 那 幾個人知道了 還有什麼東西要知道 幾個疾病 幾個疾病 很好 幾個疾病八成是用Lens跟Levels 對吧 好所以說啊 我們首先 我們 呃 我們知道幾個人幾個疾病之後啊 我們一定是可以產生一個 空的核矩症對吧 然後這個是 人數 這是 疾病數 那接著我要怎麼填動 我要怎麼填動 蛤 寫回圈 寫回圈 很好 你們 如果媒體就告訴我寫回圈 是不是 對阿 的確就是要寫回圈 但是 所以我們要怎麼寫回圈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目前學過了什麼 所以 我們目前 學過就是 我們要 我們這邊 按照我們 我現在 我們現在這邊下面 demo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ID那行不算 那個column不算 我們知道 這就是一個 我可以跟你講 人數24乘4的一個 矩陣 這樣可以嗎 那我現在是不是 這一格要填 這一格 我要用什麼方法來填格子啊 我們現在想法這樣子嗎 對吧 那我們 我們 我們 我們在寫回圈之前呢 我們至少要寫出一行程式嘛 來我們寫一行程式好不好 假如這一格要怎麼填 這一格要怎麼填 有想法嗎 這一格 這一格要怎麼填 我們就 我們就填第一格就好了 填這一格 如果你要填這一格的話 那 你一定會想到的就是 如果這個矩陣的名字叫m 好不好 我們叫這個矩陣的名字叫m 這樣可以嗎 那它一定就是m 然後中畫號 好 11 對吧 然後啊 等於 它有時候等於true 有時候等於force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上面可以給它加些判斷之類的啊 假如它 某個時候 某個時候 某個時候我們叫它 那個true 有時候我們叫它force嘛 對不對 那true跟force的判斷是什麼 檢查 這個疾病 這個人 有沒有出現在 上面那個資料表面 對吧 那怎麼檢查 欸percent 欸 想得非常好 欸你就會發現其實我們全部都做過嘛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檢查 就是 這個疾病 這個 這個組合有沒有出現過 欸不過 這邊我們 呃 percent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用法 我們現在來教一下 好 我們基本上就是 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第二頁這個部分 就是大家 我在帶大家思考說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問題把它解出來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來看一下這個 就是我們 percent percent 有一個特殊的用法 我要怎麼用好不好 來 上個禮拜我們是不是教過 主要說 x等於 x等於 3 然後y 它如果是等於 主要說 1 3 5 4 7 類似這樣子 然後我們是不是學過 我們是不是學過這個樣子 x percent y 它會繞 true 對吧 好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是 這個percent 他同時啊 可以 3 5 7 他同時可以 他同時可以回傳給我們全部的 好所以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的話 欸那他其實啊 他我一次啊 我可以把 我一次其實可以填四的格子 對不對 我一次可以把四的格子都填完 這樣知道嗎 好這個是 但是 基本上 就算你不知道 就算你不知道 你所謂吧 對不對 反正那個 反正那個 你回圈本來是 你 你如果完全不知道 就是這裡要有一個回圈 這裡要有一個回圈 然後這裡要 i的回圈 然後這裡可能要有 j的回圈 類似這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了吧 你就雙層回圈嘛 那 那如果你 %%%會進階用法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一次填一行 這樣子 一列 好那我們看一下 好就是首先啊 就是我們要先用這個Levels 得到Levels sample 對吧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剛剛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就是 我們剛剛都已經有同意了嘛 幾人幾個病 都是Levels跟Lens的組合 OK Levels sample總共有這些 那接著Levels disease 好這邊還有先N點sample Levels sample N點sample 那現在N點sample 就告訴我 他是 24個人嘛 這樣可以嗎 OK 那接著 Desease Levels disease 跟N點Desease 好總共4個疾病 然後 4個疾病 24個sample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得到 你只要 你了解這件事之後 有任意型態的 按照剛剛那種格式的data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得到這兩個資訊嘛 對不對 好接著 我們要產生一個空矩症 對吧 我們要產生一個空矩症 上次是不是有交到空矩症產生 然後空矩症的產生 並且 我們是不是有說 我們可以先全部都填某個字 假如都填0 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 他的N number of rule 就是N點sample 他的N number of column 是N點Desease加1 為什麼要加1 因為我第一個 Column想要放ID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現在這樣下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New Data 現在我們的New Data 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不是一個空的矩症 我等一下一格一格填 對不對 好那我一格一格填 我們現在來把Columnance 把它加進去 Columnance 是不是就是我們 那個 矩症的那個 那個 那個 Column的名字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把它加進去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我們New Data 他是不是這裡出現了 這個Columnance OK 接著 我們把第一個Column 因為他是 ID嘛對不對 我們就把所有Level Sample把它填進去 這樣可以嗎 好填進去 看一下New Data 是不是 第一個Column已經沒有填完了 後面是不是就是 我一次填這幾格 一次填這幾格 一次填這幾格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好那我們 首先我們既然要寫回 我們有非常確定這件事 就是這題就是要寫回圈 所以我們直接 我們寫回圈的話 通常我們會從I等於1 類似這樣開始往下 這樣我們下面就可以寫I的回圈 對不對 好 I等於1 然後啊 這個是原始的Data 對不對 我們先把原始Data I等於1 屬於第一個 Sample 這個I等於1的時候 這個LevelSampleI 是不是就是第一個人 這樣可以接受嗎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好 這是第一個人喔 然後Data Data1 這是不是 第一筆 那個Data的裡面 哪些是屬於第一個人的 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就在找 哪些屬於第一個人的 我現在按一下ROM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就把 某一個ID的 資料表把它抓出來了 可以接受齁 應該不會覺得太難吧 對不對 欸 有人怎麼樣 有沒有疑惑 有沒有人覺得很疑惑的 好沒有 那我們就繼續 那這樣子是不是 他的 裡面的第二個Colent 來注意喔 我們現在在這裡再給一個鎖影 我們可以做 RAW的鎖影 也可以做Colent的鎖影 對不對 RAW的鎖影幫助我們 找到了剛剛 ID屬於某個人的 對吧 接著 Colent的鎖影 是不是可以幫助我們只留下 他有的Desease 所以現在這一行 是不是就是 某一個人 第一個人 第一個人 他所有有的Deseas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我們現在來想 這是他所有有的Desease 對吧 他所有有的Desease在這裡 然後我們現在是要問 這四個有沒有出現在後面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就是四個疾病 四個Desease 有沒有%in% 這個 那他就回答我 我先觸跟False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而且順序不拘哦 後面的順序無所謂對吧 那前面的順序我指定好 那前面的順序我可以用什麼勒 前面的順序我是不是可以用 Level's disease 這樣可以嗎 Level's disease 就全部的疾病啊 Level's disease %in% 這樣雙艾二 欸 True Tru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這個True我要填到哪裡去 我要填到 我們這邊多給他一個column 我-1 這個不要對不對 這邊我不要 i 所以 填進 i -1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第一個column 我不要啊 然後我要填進 第1個列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串 把它填到 New Data -1 好 這樣這一行就寫完了 好我們全部執行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New Data長什麼樣子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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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好那我們故意i等於2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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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se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的這個東西 欸他是不是少了 他是不是少了高血壓這個疾病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你既然 你這樣這個回圈寫出來之後 你就知道我們一步一步怎麼把回圈寫出來 對不對 現在我要把它改回圈要怎麼改 我們再來回憶一下回圈的標準格式 來後面寫 4 好然後 小括號大括號對吧 大括號把你需要重複執行的語法放上來 告訴他i從多少到多少 i從多少到多少 i從多少到多少 1到多少 24 24是什麼 24是n.sample對不對 24是n.sample對吧 好我們現在全部執行次 再看一下New Data 好是不是 有沒有就被我們定義出來了 好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可以齁 好 啊靠 這就是練習題喔 好練 練習一下好不好 好練習題 練習1 你可能會覺得蠻簡單 因為我剛剛幾乎全部示範過了一次嘛 對不對 好練習1 如果你覺得會做的話 請你試試看練習2 練習2的 練習2跟練習1比起來差別在哪裡 練習2阿 這個練習1就是每個人的疾病數目不等嘛 對不對 好練習2 每個人最多有三種疾病 最多有三種疾病 但是 總疾病總數 也是未知的 對吧 我們同樣要透過什麼levels 之類的方式去把 總疾病總數弄出來 對吧 後面的過程 練習2跟練習1非常像 但練習1就是一個基本的這個 就是小作業啦 好不好 好那大家應該都可以過去 那練習2 希望大家可以完成阿 好這個各位優秀的同學阿 這個 我剛看了一下大家第一題 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我根本就把程式帽都打完了阿 對不對 那第二題阿 我們來看一下會遇到哪些關卡好了 好不好 好首先阿 我們 我們就是 我們故意阿 就是 我們故意就是 我不直接貼答案 然後我們一步一步來解他 好不好 我們來試著做這件事情 好 DATA3之後 我們要把資料讀進來對不對 我們現在清空 來看一下這筆資料長什麼樣子 這筆資料是不是長這樣 OK嗎 好 那我們先說第一件事情是 我要先把幾人抓出來對不對 幾人 好幾人怎麼看 是不是一樣 Levels sample 然後Levels data1 把它抓出來 我們看了之後發現 欸怎麼什麼東西都沒有 欸覺得怪怪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DATA1 為什麼Levels這個函數對它無效呢 原來 它的class 它的class是這個integer 所以阿 為了要把 它到底有幾個抓出來 我必須先把它 aspector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這是你遇到的第一個 這筆資料 你遇到第一個難關 好不好 這個 我們基本上都是特別設計的 好不好 就是 你會遇到幾個坑 都是已經寫好的 這樣子 好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正確的 Number of sample的數目 這樣可以吧 77個人 OK齁 好接下來 我要把Desease抓出來對不對 好現在Desease 遇到一個問題啦 這個 Desease總共有三個欄位阿 我如果只看這個欄位 這樣得到的Level of Delice 這樣完整嗎 這樣不完整對不對 所以我需要把 第二個Colon 第三個Colon 第四個Colon 所有的Desease總數 全部合在一起 今天是怎麼做阿 我們先給 那個 遇到比較大挫折的兩位主事 好不好 哈囉 有沒有什麼想法 欸 只有你們兩個是女生喔 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現在 想要把這個 想要把這個 三個Colon 所有有的疾病總數 把它列出來 至少要先列出來嘛 對不對 這怎麼 有沒有什麼想法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哎呀怎麼那麼害怕啊 怎麼了 你要說什麼 想不出來嗎 想不出來嗎 想不出來 但是只列一個我們會嘛 對不對 只列一個我們會 好 這邊喔有兩種想法 第一種想法 是我把這三個變相 它本來就是三個 三個 因子向量嘛 對不對 我把它合成同個因子向量 再求Levels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第一種想法是 先合併 先合併 然後再去求Levels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那合併怎麼合併阿 怎麼合併向量 哈囉 想不到 C這個函數嘛 C這個函數拿來合併向量 欸 有沒有發現 我真的完全沒有用到 超過二十個函數 你是講了半天都在用以前的函數 對吧 C這個函數可以合併向量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可以 C B1 B2 B3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新的向量 然後之後再來對它戳戳戳戳 它有沒有其他想法 有阿 我先 Levels B1 然後等於這個 然後LevelsB2 LevelsB3 好 那我把這三個合併再取一次Levels嘛 對不對 因為這三個合併再取一次Levels 它自然就會把它重複去掉了 對吧 可以接受 好這兩個方法都可以 關鍵是絕對就是要有合併嘛 對不對 合併需要用到C這個函數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直接合併 我們就把這三個 Data2 這是 Data2 第二個Colon 這是第三個Colon 這是第四個Colon 我們直接把這三個合併起來 來 好等於 O Desease 你發現為什麼它怎麼轉成這副德性 這是我們想要的樣子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Data2 它是什麼 我們問一下它的class好了 避免我們會 class2是因子 3也是因子 4也是因子 但是合起來 合起來怎麼變成 怎麼變成 integer 怪怪的對不對 我們什麼時候遇過類似的問題 有沒有想到 好也許我們那個上課的時候都上的太快了 就是每個過程沒有給大家都操作這樣子 我們當初在合併整數跟因子的時候發生類似的事情對不對 因子不知道為什麼丟失了它的 這個就是它到底是什麼的information 那它就直接被轉成整數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主要是因為這三個因子 它的對照表是不一樣的 沒有辦法那麼簡單的合併 所以我要怎麼做呢 那我沒有辦法把因子 我沒有辦法把這個對照表很好存存下來 我就把對照表直接放到本來的地方嘛對不對 所以我先把它轉成文字 再合併 先把它轉成文字之後 這個東西乍看之下是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對吧 乍看之下沒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啊 它合併起來就可以合成文字 好我們再做一次這一行 看一下Odesease 是不是就是所有的疾病 這是正確的樣子了嘛對不對 好 接著這個東西我要求Levels錢 我們現在直接求Levels 它要告訴我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Factor Factor對吧 可以嗎 我要先強迫它轉回 Factor 之後我才能夠求Levels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這樣子 執行完之後我們看一下Levels disease 欸這是不是就是所有的疾病總數 可以吧 然後第一個我們不想要嘛 這個是空白 我們檢查一下發現第一個我們不想要 所以我們把 這個東西 它又等於這個東西 它第一個不要 第一個不要我要打-1對吧 可以接受嗎 -1 我打-1 好 接著N disease就是Levels Levels of disease 對吧 可以嗎 好 好 所以啊 這一題啊它坑在哪裡 它坑在好幾個地方啊 首先我們已經遇到兩個坑了 第一個坑是 人數 我們簡單的可以越過 第二個坑是這個 Desease的數目 我們也需要想一些方法才能越過 接著我們可以把 New data產生出來 現在New data 總共有77個人 然後50幾個疾病 對吧 好一樣 Colens New data 一樣填入ID跟Level of disease 然後 第一個Colens就填入Level of sample 我們再看一次我們的New data 是不是 該填都已經填完了 剩下就是填中間了 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 現在來一步一步拆解 一樣I等於1開始 I等於1開始 然後啊 我們的原始Sample裡面 跟第一個人有關的 是不是 透過這種方式把它鎖引出來 第一個Colens 等於等於 Level of sample裡面的第1個 這是不是我們要的 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吧 我們在執行次 喔 這是不是第一個人 他三個 我們不要找第一個人好了 因為第一個人剛好都沒有疾病嘛 對不對 我們找第二個人 好 是不是他有高血癌跟C肝 我們至少我們眼睛看得出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裡是不是第一個Colens不要 我們只要第二個Colens 可以接受 二三四 所以我們要這邊這種時候 我們是不是這邊-1 可以接受吧 -1 好這邊他就是等下高血啊 C肝跟空白 對吧 然後按照剛剛的想法 是不是 Level of Delice 我們要 % in % 那這樣子我們應該可以看到 很多 兩個True 剩下都False對不對 結果 欸全部都是False 怎麼會這個樣子 怎麼會這個樣子 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你要怎麼解決 想一下方法 No idea 通常遇到這種問題 你們要知道的件事 當你發現喔 你想做的事情 跟預期不符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欸 是不是啊 他的Class是不是有問題啊 原來他的Class是DataFrame 那%只能夠用在向量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要 那我們是不是要 強迫他改為 強迫他改為這個 就是 改為這個向量 喔怎麼強迫他改為向量 怎麼強迫他改為向量 這好像有點難 對不對 我們來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現在會的函數好了 我們他好像有 S 我們強迫他轉為文字好了 因為文字是我們想要的嘛 對不對 欸 你發現什麼事 轉錯了對吧 又轉成數字了 所以因子的東西 是不是很難用 這樣懂我意思嗎 來我們現在 我們之前都在體驗 因子向量 這個東西的好用 但是我們現在 是不是發現因子向量 非常難用 難用在哪裡 這個 因為他動不動 都會被轉成數字嘛 那我為了要 為了要解決 為了要把他轉成文字 欸 我為了要把他合併起來 我一定要先把他轉成文字 才能合併對不對 所以說啊 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不是在這裡 這裡分別把他那個 而是在最開始檔案讀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 第二卡人把它改成 好二三四我們都要做 好這樣可以嗎 二三四我們都要做 那我們這裡就不用寫了嘛 反正我們現在 我們原則上就是 如果我們 平常這個 就是我們這樣子 全部執行完之後 我們現在再看一下這個東西 好我們在 s 好他現在是不是就變成 我們想要的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現在是不是就有兩個true了 true在哪裡 這裡有個true 這裡有個true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填入 new data 裡面的 第1個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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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第1個column 這樣可以吧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填進來了 ok嗎 我們全部執行完這行看看 再看一次我們new data 我們只看head 看第1個column 第1行 這裡是不是就填進去了 他有沒有column 有嘛對不對 他的下一個是 c竿 有嘛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有沒有 那首先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像這樣是不是 data進來 我要先把它轉成文字格式 是不是有點麻煩 對不對 再大家教一下 read.csv 如果你去看一下他的參數 你會發現 這裡有個參數 叫 string as factors string as factors 如果你現在查的時候 他default是一個true default是true 如果我在這裡 直接把它改成 等於force 那我直接讀進來的時候 我問他class 他就直接是文字了 我這三行就不用轉了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一題坑在哪 我們最後把回圈完成好不好 這個i.2這裡 我要把卡桿回圈嘛 一樣 for i in 1到多少 n.sample對吧 好 全部執行 那我們的new data 是不是就完成了 好 那這樣子大家 對資料整理是不是更熟悉一點 好 所以資料整理我們 我們資料整理的話 我們到目前為止 學到了什麼 就是 學到了什麼 重點 重點就是這個 我們啊 首先要先design流程 那這個design流程 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大概就是我們要知道幾個人 幾個delice 類似這種資訊 我們要先產生一個 我們想要的data的形狀 內容我們先不管 但是我們這個形狀要正確 這樣可以嗎 這個形狀正確了以後 這個形狀的參數主要就是 roll跟column 對不對 需要用到legals 跟factor的一堆組合去把它求出來 這樣可以吧 那把這個東西得到以後 剩下就是一格一格填數字 一格一格填數字 我們可以使用到這個 我們可以使用到這個回圈 我們再來寫回圈去填 這樣可以吧 好當然啦 你會說 我現在都一行一行舔 那是因為我用了%%這個作弊的手段 對吧 那之後我們當然就要面對 我們沒有辦法一格一格填 有時候我們填的東西 不是只要觸跟force 我們現在填疾病史的時候 當然就是觸跟force而已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如果要填生化值 每一個都要填不同的東西 我們下一個練習題 就要做這件事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覺得這叫高級資料轉換 這個高級資料轉換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input跟output好不好 來 input 是某某人 某某時間點 然後他做了什麼檢測 value 多少 對吧 他output 下面這個才是可以分析的格式 上面那個是不能分析的格式 大家都碩士班了 多少分析過資料 對不對 大學的時候多少分析過資料 大家都看得出來 下面那個才可以 對不對 好那剛剛有人 剛剛有人說這個 欸 那個整理資料還有人用手動嗎 你們覺得這個樣子 你的同學遇到的時候 他真的能夠不手動嗎 你可以想一下 這樣好不好 或者說 通常 通常我跟你們講 大部分 所有班學生解決問題的方法 都會這樣子 就是 在以前 在說以前 他們根本就不覺得自己 這些東西都需要會 都覺得整理資料 這些事情 這是 不重要 對不對 我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 學分析方法 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好 好 到了說拿到自己的data之後 他們後來發現 那靠 這個 為什麼我拿到data上面那種格式 可是下面那種格式 我才有辦法分析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來資料少的時候 通常就是一個 大概不是太誇張的數字 比如說兩三千里內啊 對我看過不只一個說是這個 而且通常是 通常超過一半 就是 就是用手動換啊 就是一筆一筆查啊 反正一天做個二十筆嘛 對不對 因為二十筆很少 一天做個一百筆 他可能一個月就可以把資料走完 對不對 你們可以想像時間成本有多高嗎 對不對 你絕對比寫成 絕對比 你從頭開始寫成是 學到這裡為止 花時間成本 都還要高 而且無聊 容易出錯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們講齁 容易出錯 但還是消失 因為那經常齁 是要整理整理 我們這邊 先把錄音關掉 居然 好 這個 這個 所以 學習這個真的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好不好 那 剩下有一些人 他可能就會 這個 他可能就去拜託人 這樣子 這樣知道吧 看看 有些人他可能拿到資料 可能知其萬筆 反正就是一個人工不可能解決的事 對不對 可能就到處拜託人 對不對 看有沒有誰 可以幫他弄好 這樣子 呃 通常也是找不太到的 對不對 或者說就是 可能有上課的人 會 沒有來上課的人 就會拜託你 這樣子 不過齁 大家到時候都會很忙 不見得有人會理你啊 這樣子 可以吧 好 就這個樣子 好 所以從上面轉到下面 我們講那麼久 有沒有人有idea 上面轉到下面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流程 好 那那個 我們 找一些 就是比較優秀 我們一個一個認識好了 好不好 就是 那這個 那你叫什麼名字 陳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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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要不要講看 那個 那個 step 1 什麼idea 上面跟下面的格式都看得到嗎 那麼 step 1是什麼 真的沒有任何idea 真的沒有任何idea 沒關係 我拆了它 你不知道怎麼改掉 把taste name改為colour 把taste name改為colour 所以 先知道有幾個 有幾個生化值 對吧 有幾個生化值 哎呀 他把最簡單的講完 下一個我們再拿 生化值總數 好 Levels跟那個的組合 看起來很輕鬆 就可以拿到了 對不對 下一個 你叫什麼名字 王劍遠 王劍遠 好來 下一個 他怎麼辦 你已經完全聽不懂了 真的嗎 所以你剛剛也是 你Zero time 太多 一點點 一點點聽不懂 啊 他 那你聽懂嗎 怎麼過的 我大學沒有 沒有 都連整理資料都連整理資料 我是物理師 你有分析過資料嗎 沒有 你沒有分析過資料 可是你知道資料 要從上面再下面嗎 沒有 我知道先生化值 我這樣試試什麼意思 好 沒關係 可是 你知道你未來 我覺得 這個 我必須跟大家講 沒有相關 background 這個東西 我們這樣講 會不會難過 不應該成為藉口 我跟他講 這個 我覺得我回家看了 還是不會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 大一的學生 他們可能 他們不會在第三節 就會面對到這種面子 我跟各位講看起來 沒有太難過 大一的醫學系學生 他們大概會在 第四節或第五節的時候 才會面對到類似 那你們真的是 你們這個速度比較快一點 好不好 因為要教的東西比較多 但是 高中剛畢業應該是不可能的 對不對 所以 所以就是 你們只要邏輯對了就可以 好啦 所以你們想到下一步要做什麼 什麼 改變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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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文字或音子 文字或音子 喔 我們 文字或音子這種東西 就是遇到的時候在解決 對啊 不見得要這個 啊 所以想不到我們生化子種書 得到之後要做什麼 什麼事 想到嗎 文秀德的同學 誒 優秀德的同學叫什麼名字 忘了問 對 張家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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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想法 好沒有想法 啊 不需要同學我常常看到你 可是我一直 一直知道你叫什麼 陳天玉 陳天玉 好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下一個 想不到 哎呀真的有這麼難嗎 豪哥豪哥你要不要 要不要 給我一點知道 有幾個人 誒可是 你遇到一個 有幾個人 有幾個時間對不對 對 才有增加時間 那所以 這個數字要 因為你知道 你這個時候遇到一個 你來跟大家想一下 這個 我覺得 他的思考方式是沒有錯的啊 可是我們現在 有的是畫質 我們 舔要把所有東西弄出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要這個數目 那這個數目喔 之前都只有 人一個變相 對不對 現在有人加時間 那人加時間 每個人的 時間數字不等 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數字要怎麼拿到 是不是不容易拿到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 如果說 我們現在私跑到這裡 那如果我只做一個人 會不會簡單一點 因為我只做一個人 就是他所有的時間數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齁 所以 對於這題來講 我們啊 如果遇到兩個以上的這種 就是 鎖印值 我們叫鎖印 我們可能就會 先放 先把其他附近 然後先做一個 那我們就可以做 id 1 然後我們做出一張表 這個是 n.tan 對吧 這個是n.tan 對吧 那這裡是n 點這個 just level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做出第一張表之後 再做第二張表 然後再做第三邊表 我們再把這三張表 或者是n張表 拼起來比較好 怎麼拼 欸不是有那 r5的函數嗎 欸我們之前 如果舉這個 我們可以這樣 不要跌下去嗎 那我就一直點 對不對 這樣好是不是就解決了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吧 可以 這樣的想法還可以吧 好 所以這樣 我們的課程 設計就是 不斷就圍繞在 你看就是那幾個函數 這樣子 完全沒有超過那幾個函數 對吧 不過 不過我想我剛剛這樣講的時候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馬上就想要R5的這個函數 如果有的話 那代表 那就是還算排個錯 對不對 你就會發現 欸其實功能都是有的 對吧 只是沒有想到 好那我們現在 像你們知道只做第一個人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 我們現在後面 後面就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剩下就是 我們剩下就是這個 剩下就是這個 剩下就是這個 呃這裡就是填 這裡可能是填ID 對吧 那這裡可能是填碳 然後這裡可能就是 額 Level1 第一個Level 然後這裡 這裡看起來就一格一格填 對不對 這裡看起來是要一格一格填的 對吧 所以這裡一格一格填的話 這裡可能有可能就是一個 I回軒 然後這裡可能就是J回軒 I在這裡 J在這裡 然後要一格一格填對吧 那一格一格填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3D好不好 看一下要怎麼填 好首先 這個基本資訊 Level Levels test name 這不容易 不容易 不難 3-3 我們先把它清空 好Levels test name 這個 這個 這個要怎麼解決 這個一樣嘛 factor這樣可以吧 注意喔為什麼我現在需要factor 因為我 強迫 我讀進來的 都是文字對吧 我string as factors 我只要給它 寫false這樣可以嗎 好我現在全部 test name下來 是不是 全部的 生化檢查值 可以接受喔 好那接著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 呃 Number of test name 拿到了以後 Number of test name 拿到了以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Levels of patient number 為什麼要先拿 patient number 因為我們要從 來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雖然說 我們已經做過兩個病人做了對不對 可是這個病人 這個鐵定就是一個外面的大輪圈 對吧 那我們現在需要 第一個病人做到 第一個病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得拿病人的數目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還是得拿病人的數目喔 所以Levels patient number 跟N patient number 我們同樣都要拿到 這一筆資料 就是比較簡單啊 就總共只有十個病人 這樣子 這樣跑得比較快 OK 好那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我們N.patient出來之後啊 我們就來 I等1 I等1 我們現在要先做 這個第一個 Subdata 就是屬於第一個病人的資料 這個第一個 Data 這個變相裡面 Data這個 這個Data裡面 這是不是就是找出 第一個人所有有關的資料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現在找出來以後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拿到一個Subdata I等1 你的這個Subdata 這個Subdata 是不是只有509筆資料 大概剛剛的10分之1 對吧 好這509筆資料裡面啊 我們下一個就要知道它的 時間數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時間數 那我們就是去Subdata Levels2 那我們現在來做 好又不行了對不對 為什麼因為一樣 SFactor 好132 好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講義這裡啊 1532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 在這一行的時候 我如果 我String as Factor 我給它打True 它Default是 Factor下來對不對 那我直接下來的時候 來到Subdata這裡的時候 注意一下喔 現在我Subdata2 我直接給它打Levels 這個時候Levels 總共有1000多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在做Subdata的時候 它的對照表 並沒有被取消掉 什麼意思呢 來 我的原始資料 原始資料 長成這樣子 然後在這一欄 是某一個Factor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Factor 在你做Subdata的時候 這個Factor裡面 是不是有兩個屬性 第一個是 它是1234有的沒的嘛 對不對 第二個是它的對照表 對吧 當你在做 擷取某一些東西的時候 這個Factor 它的對照表 並不會因此消滅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必須 強迫在把這個對照表消滅了之後 再重新做個對照表 那你要怎麼重新做對照表呢 轉成文字再轉回音質 你轉回文字 對照表是不見的嘛 對不對 在轉音質的時候 它就會再重新看一下 它到底有多少個類估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當然 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就是我們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讀進來的 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文字了 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不用轉了嘛 所以這樣大家知道 因子的東西 是不是很好用又很討厭 很容易出錯 但是它平常還蠻好用的 好 這樣子我們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Level of collection data 總共有 130幾筆 這個變成 132筆 這個 有132筆的這個 就是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產生 132 乘以 大概26 這樣的一個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嗎 132 才26 這樣一個矩陣 好 submetrics 就等於 這個就是 132 N.TestName 這24 24加2就是26 為什麼要加2 因為我第一個要放patient number 第二個要放collection data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把它加起來 好 現在我們看一下我們的submetrics 是不是testName就已經寫上去了 好 接著再把 第一個column 全部填上第一個patient number的名字 注意喔 這邊是有一個I 為什麼 因為這都是同個人的 對吧 然後Level of collection data 把它填入第二個column裡面 好看到了嗎 是不是這些都已經填好了 剩下關鍵就是填這些了嘛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 現在要填這些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怎麼填 我們首先 我們要先拿到 我們原始data裡面 屬於這一天的 這個病人這一天的資料 對不對 原始資料裡面屬於這個病人這一天的資料 要怎麼叫咧 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是不是已經有subdata 這裡是不是有subdata subdata已經屬於某個病人了對不對 那我們就再產生一個subsubdata好了 subsubdata 就是這個病人這一天的資料 這樣可以嗎 ok 那我們就 因為剛剛i用過了對不對 i用過意思就是等一下 i就是要拿來包i回圈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再選 再修一個 就是 j回圈 j等於1 然後啊 這個subdata裡面的第二個column 它要等於這個collection date 這樣子我們就會得到一筆subdata 這個病人在第一個時間點 他測了0 那個 那個 Total calcium 然後Cretinin 跟那個sodium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現在 是不是就是一格一格 iAP 就填進4.3 我們再看一次我們的submatrix 我們是不是要在iAP的地方 填入這個4.3 Total calcium的部分 在這裡填入 填入7.3 一時類推這樣可以吧 好那 請問一下 這個IP 它在哪裡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填到第幾格 這件事我們要知道對不對 好來 再看一下 而且我們現在這樣 他這個 每一次抓出來這個 我們先這樣講好了 每一次抓出來的這個數字 是固定的嗎 不固定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再加一個culture 一行行 一行行把它填進原始的那個sodium matrix 這樣可以嗎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 每一個時間點測的生化值總數不固定嘛 這樣可以吧 好 再來一個k回圈 k-1 然後就是subsubdata裡面的 dk-1 這個就是我現在要填這一筆喔 填在哪裡 ip跟4.3 我要填ip的位置 然後填4.3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ip的位置要怎麼找 ip的位置要怎麼找呢 我們需要來看這裡 好 他的這個name啊 就等於dk-1 這個subdata裡面的 dk-1 因為我現在在執行一筆一筆填 dk-2 第三個colum 這樣可以嗎 那我現在這個name 第一個name是不是就是ip ip可以吧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找ip在第幾格 ip在第幾格我要怎麼找呢 我們可以用which這個函數 which names等於等於levels test name levels test name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這個東西對吧 那 我name等於等於levels test name 這個是不是就是一堆true跟false的向量 那true的地方 就是我要問他在哪裡嗎 在哪裡咧 我們可以用which這個函數 然後把它加2 為什麼要加2 因為前面兩個colum 分別是patient number跟collection date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的第13個colum 其實就是ip 對吧 可以接受嗎 第13個colum就是ip 我們現在要不要來數一下 好 12345678 等一下 1234567 這個bun負的是一個 8 9 10 11 12 正確 對吧 所以我們就是要填在 這個 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 RAW的第 13個colum對吧 那這第一個RAW 這是跟J IJK哪一個 這是跟IJK的哪一個 應該是跟J對不對 J是跟時間有關的對吧 現在我們回頭來看I是什麼 patient 對吧 這個是什麼 這是碳對不對 這是什麼 lab 生化值 對嗎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是要填入 原始matrix裡面的 第1個RAW 第1個RAW 然後Position的colum 這樣可以吧 是這一格 我們要把它填入哪一個數字咧 填入 第4個 這是 來再看一次 這個第4個是不是就是我們的4.3 我們再看一次 subsubdata 4.3在這裡 對不對 第J個 第K個RAW 第4個colum 這樣可以接受吧 OK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填進去了 可以吧 我們全部執行變 是不是被我填進去了 到目前為止 我們終於填進了第一個數字 我們覺得非常的累 好 但是 到此為止 事情就結束了 來 K回圈怎麼打包 來 我們來看一下 K回圈怎麼打包 4 K 贏 1到多少 應該4比嘛 對不對 4比這個資訊在哪裡 是不是根據subsubdata來的 我們可以用NRAW subsubdata 這樣可以嗎 把這個東西放到這裡來 把回圈寫進來 把這幾行 全部貼到這裡來 好 我們先從頭執行到尾一次 這樣子還沒有 其他東西還沒有回圈嗎 只有K做了回圈對吧 全部執行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sub submatrix 看到了嗎 Total Caosin Sodium 那個0 離子還有這個 Cretinin都 基幹蒜都被填了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接著呢 這回圈要怎麼打包 來我們一樣 4 J 1到多少 1到N.collectionData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因為這跟時間有關嗎 對吧 把下面 JJJ行不要了 把下面全部都 貼上來 回圈裡面有回圈 這樣懂我意思吧 回圈裡面有回圈喔 為什麼 因為每做完一次 一個 每一個時間點都要執行下面全部的回圈嗎 對不對 好我們再全部執行一次 現在submatrix 他的每一筆 喔注意喔 你看是不是全部都填好了 這樣酷吧對不對 好那最後剩人了嘛對不對 人的話比較麻煩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人的話我們要阿敗的嘛 對不對 我們這邊是K回圈打包完 J回圈打包完 打包完 打包完之後啊 我們需要一個 我們這是一個完整的 這是I 這是某一個人 這是完整的 好如果我們現在 要把一個一個這樣拼上 這一次比較明顯 我們 怎麼樣一個就拼上去 我們怎麼 第一個pation呢 我們會產生一個submatrix 對不對 那第二個pation 產生第二個submatrix之前 我們要把第一個submatrix 存到某一個 把它變成一個新物件 不然它會被覆蓋掉 對吧 所以我們必須啊 先產生一個 叫做 我們也是產生一個叫XXX好不好 它等於一個 它等於一個東西嘛 然後我們每一次做完回圈之後 我們就把XXX 它等於apply的 就是把原來的子氣 跟新的submatrix把它貼在一起 那這樣子我們換到下一回圈的時候 這個submatrix被跟進更無所謂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但是這個XX 它的起始必須是 寫成這個樣子 那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令起始值為NUN NUN的意思就是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就用這個NUN來 跟後面的submatrix一直貼 所以我們在這裡 挨回圈的最外面 我們先指定FINAL DATA等於NUN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們在回圈的最後面 我們把FINAL DATA 等於RBY的FINAL DATA 然後跟submatrix把它貼起來 然後這全部從這裡到這裡 是不是全部都是挨回圈的範圍 這樣可以接受嗎 4 I 1到多少 N.PageNumber對不對 全部貼到 這裡來 好我們全部執行 按Source可以全部執行啊 忘了跟大家講好不好 FINAL DATA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全部都填好了 然後我們用NRAW 總共有1540個 時間 人數跟時間點的組合 那全部都被填好了 好到此為止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就是 等於說我們就已經試完了 那你要寫出檔案非常簡單 RAT.CSV就可以寫出了 對吧 好那我們來 我們現在時間還有一些時間 好不好 我們練習3 是比這個檔案更大一點點 然後多一點點欄位 簡單就是說 其實它的檔案的樣子 其實跟上一筆DATA是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差別只是在 它多了一些什麼性別啊 這些有的沒的資訊 對不對 所以請你啊 還有一些什麼Unit這種東西 所以請你啊 這個我們回家做就好了 我們今天 你只要把前面的從頭貼到尾 然後都有弄好 也大致上理解了裡面的邏輯 那我們今天就可以下課了 後面這個練習3 同樣後面有附答案 好不好 但是練習3 因為它要跑比較久 所以我給你們回家再做 那它真的要跑比較久 用一般的桌機做的話 大約需要可能要 至少要半個小時跑不掉 至少要半個小時 好不好 因為它人數多蠻多的 好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基本上就 我們先給大家練習好不好 今天我們就上到這裡 謝謝